一讲话 那个故事多得不像话 我们就要把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合理 我们就要把其他的就是不相关的剪掉 但是你 我们来看一下开头 在我的朋友 那个老鹰是真的是现场拍到的 我去拍这一个 这一个画面是在哪里拍的 这是在那个 你东吴的嘛 在你们东吴巷门口 那个那根柱子就是要转进去 右转进去 那边不是有个小桥吗 他旁边的树 就是这棵树 那个那天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刚好开场在那个位置 往往那个方向拍过去 刚好有一只老鹰兄 我头顶飞过去在叫 然后就刚好录到声音 这个叫做老天宝 这个开场 你看他这个人的声音已经出来了 他的画面其实不是他的画面 所以这个声音什么时候出来 然后你的声音 什么声音是要配你真正的画面 还是你要给他加其他的画面 这都是剪接的变化 甚至于剪接没有一定要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 你中间可以有全白 可以有全黑 但是不能太长 太长会有点无聊 可能一秒到三秒都还OK 这个东西都是你做的一个变化 你那个你要有想法 你那个全黑跟全白的画面 是要给观众 什么样的感觉 你要停顿 要沉淀 要转场 都是可以的 然后其实 黄生平是宜兰人 他在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然后但是呢 他现在住士林 他就住在那个 那个 郝伯顺他家后面那边的公寓 我会觉得很黑 他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 他85岁了吧 我记得了 然后之前还中风过 然后他居然住在公寓的四楼 他没有电梯啊 他每天还是爬楼梯 他说他要强迫 这样强迫自己运动 我觉得他太厉害 他老婆都觉得快要抓狂 因为他每天只要固定时间 就是下去了 去河堤 那旁边不是叫河堤吗 去那边带着孙子去河堤 淡步几次 然后再爬楼梯上来 可是他师母就要 因为我们叫黄老师 师母就要 就要早上送孙子下楼去 然后坐那个安清班的车 去幼稚园 然后上回去之后 吃饭吃一吃 帮他做早餐之后 吃饭早餐啊 还要下去买菜 要再爬一个楼梯 然后回来要爬上来 然后中午吃饭吃一吃 要去接下楼 去接第一个孙子回家 然后下午还要 4点多还要再接 第二个孙子回家 然后有时候晚上还要去丢乐队 要再爬一次 师母一天要爬至少五次 然后老师第一位 只要爬一次 他就觉得 我这样可以的 我应用很好啊 我不要去坐电梯的 大家住电梯大楼 好 好 这个 这个 这整个小孩子都做了这个 然后 其实 他小时候的那些 顺高 那些 其实都不在 不可能去 不可能去拍到 所以我就找了 这是哪里 对不对 这是外双溪的那条 因为这边很近嘛 所以我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选择 刚好还 就很熟悉的那些画面 那些夜路啊 那些通通都是在上 最上游就是到东吴那边 有几个画面 这个画面好像是东吴那边的 这比较浅的 然后 那个像那个夜路啊 还有那个鸟飞起来那个 是在比较下面一点 快到那个文林桥那边 那边的桥下那边那边拍到的 那 因为那个 他小时候的那些河流 不可能在拍来的 那你怎么样 把那个画面 带一下 这 这个都不是客户要的 客户当初要的就是 他要去采访黄春明老师 然后听他讲故事 然后 大概能说到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不等 看他的那个故事长度 然后就他的给的条件就是这样 那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剪完之后 我是双击去剪 你会看到那个黄春明老师 他手 这边有带一个mini mic 我们这台有他麦跟风线在这边 他有接一个mini mic 我有一台摄影机是接mini mic 然后主收音的那一个 然后另外另外一个角度 拉过来的这一个角度 这个这个是更特写 更特写的一台机器 其实这种采绑 一击就可以 一击就够了 但是一击会有个问题 你不太能够换进位 或者是认语认诺 即使认语认诺可能也是慢慢的慢慢的 不见得是刚好在你适合的缺点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偷机的技巧 就是你这个时候明明客户 其实预算也是一机 那其实一机的题材也拍得完 我多放了这一机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要听他讲很多话 但是我只要讲很短 那他可能讲了五分钟 我只要其中的20秒 那问题是我这个20秒剪 这个前面10秒剪下来 跟后面10秒剪下来 我中间要接的时候 我如果用同一个镜位的画面接 他就会突然跳过去 因为这个东西你用给他用close的时候 就会有点怪 因为他是有讲话 一直有讲话的 你用close的画面 就会变成字很清楚 然后讲话很清楚 结果画面有一个过度的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适合 所以你看他只要是 有这种long的变特写的 特写再变回long的 那个中间其实我都是切掉的 有切点 然后我用两个镜位来去接 就感觉那么不像是 好像他故事真的是 只讲六分五十秒就没了 那除了特写之外 还有就是我用这些画面 就是这个多像这种画面 我只放声音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 就是前后这个 这一个画面的前后我都有下刀 那有下刀 不要让人家看出有下刀的话 那我就是用一个过场画面给他过 过去的就看不出有下刀了 还有就是我早上看到一些同学 你开始在做自己的那个作品 然后很多都是你自己拍的 刚开始拍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着主题一直拍一直拍 哇郭婷婷好漂亮喔 拍他整个都很漂亮 我就从这边到这边 这是刚开始拍东西的时候 然后会办个共同错误 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要随时提醒自己三个字 远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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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手单变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子定着 拉过来 拉过去 或者记得然后里面走那边拍 这样子的画面太单调了 没有故事感 没有节奏感 你看到一个东西你要拍的就是远中近 甚至于你讲到你今天 小朋友在那边玩玩具 你觉得哇好可爱 他玩得好入神喔 你就不是这样子对着小朋友 只拍他在玩玩具 你可以一个广角镜头 他是在家里的客厅 第二个拍他在玩玩具 一三个可能特写他的手 那边转什么东西 还转无动然后划开 你如果你想想看喔 我三颗镜头 一颗镜头三秒钟 总共九秒钟 很短吧 一闪而过九秒就过去了 你定着他拍九秒 好看他那边玩玩具 比较那个画面比较好看 还是远中近 那个画面比较好看 而且重点是你拍完之后 你也不见得一定就是要 远中近这样的方法 你还可以近中远 还近远中 就是这个都可以做穿插 随时要提醒自己 画面要切换切换 远中近远中近 但是这个是大原则 多远多中多近 甚至于换角度 你远中近没有要同一个角度喔 你远的是这个角度 你中的可能可以到他的 你远的在他的侧面拍他 连客厅都拍下来的 你的中的可以是他的正面 你的特写可以是他的拉背也可以 从他背后拉背 看他的手在那边动 这也是另外一种 摄影好玩 不管是录影还是拍照 摄影我觉得好玩的一点就是 他是有无限可能的 什么叫无限可能 你要拍我这个人 你有应该讲不止360度啊 因为是单低立体空间的 你有几万种的角度可以拍我 那你要用哪一种角度切入 你的背景要选择多大多小 那是几十万种几百万种的排列组合 但是可能里面只有十分之一的排列组合 是让人看起来 哇好棒啊 或者哇好特别喔 而且好顺眼喔 或者有些人 哇你把我拍的好帅喔 哇你把我拍的好美喔 那个就是关键的那个角度出来了 所以你随时提醒自己拍的时候素材不嫌多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为了符合规则 就是远中近换角度 远中近换角度 可是慢慢慢慢拍久之后 你会找得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点 因为你如果不断的动脑筋去尝试去看自己的东西 看别人的东西 看多了你会找到自己的点 对讲到那个看自己的东西跟看别人的东西喔 那我们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作业喔 不需要你在课堂上做的 需要你今天晚上回去做的 我也没有需要你有什么多强的电脑 你也不见得要有软件 就是呢 今天晚上回去 每个人去找一支五分钟之内的短片 你觉得那个短片 不管在剧情上面 在剪接上面 或者在各种方面 或者甚至于那个短片是你曾经做过的 你有丢到你的脸书或者YouTube都可以 你觉得那一支影片 是值得你拿到课堂上来跟同学们分享的 然后我每天不是都跟大家分享个影片吗 明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希望分享你们的影片 而且是你们来告诉大家 你觉得这支影片哪里是特别的 或者说你学了剪接之后 你再回去看这支影片 你会说 诶 这里有一个效果是我们什么效果做出来的 也OK 或者说你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很感人 然后我每次看每次都哭啊 那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感人在哪里 由你来分享 那分享的方式 如果是你丢在你自己的脸书上面的话 那你可能要到我这边来做登录 或者是用我的脸书去连结 连结到你的脸书方面 如果你有丢到YouTube的话 你就把那个标题记下来 我到时候我直接从这边搜寻 然后播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原则上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一支影片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明天早上的那个开场就不再是我播影片了 就变成你们跟我分享影片了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电脑环理 我们继续先剪你现在手上的东西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继续问 然后我让大家稍微run一些东西之后 我们再来玩一点很特别的东西